在大多中多和建商升级 无论您是购买了独立屋 半独立屋还是正屋 这篇实用的建商升级帖 一定可以帮到您 在大量的帮客人购置了二手房 新房和经历了多个建商升级 搬修和装修的项目后 我总结了几个值得和建商升级 和几个不值得和建商升级的小tips 看完了这篇 保证可以让您无紧钱包的同时 又可以得到一个漂亮的家 大家好我是Sharon 对于升级 我们比较了现在建商升级的费用 和市场的装修费用 材料费用和资金投入比 原则上建商的升级只要不贵太多 时间的成本不要太折腾 我们自己会选择和建商升级的项目 有下面这些 第一个是厨房 建商给到我们的不升级厨房 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想要的是长这个样子 或者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提出了换风格 所有的橱柜要加到底 加上必要的可抽出式 垃圾桶转角的转盘和调料价的要求 外加上定制的全包式油烟机 加宽的中导台 以及更换了洗菜盆 升起了台面 最后的价格是4万3千加比 此价格并不便宜 相比到一个橱柜厂 定制一个相同的或者是差不多的橱柜 价格会在3万加比左右 但是想到还要等待入住后 重新装修的麻烦 所需要的额外的现行资金 橱柜升级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大家不需要全包式的抽油烟机 这个价格3万5千便可搞定 第二个瓷砖 建商给到瓷砖长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做了每个卫生间 每个部分瓷砖的风格完全是不同的 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总共的花费是14000加比 这里的瓷砖升级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其实还有很多好看 而且比较实惠的瓷砖 已供下来的费用 可能是在5000到1万加比 第三室内门 这里是建商提供的不升级室内门的样式 因为要统一家中的装修风格 所以我们选择了其他样式的室内门 每上的价格是在150加比 这样的样式市场价格会在130加比 所以我认为 如有需要 这里值得升级 第四 就是地板 再来说说地板的部分 如果是您对地板的要求是好看 好打理 对于颜色品牌没有非常特殊的要求 那么这一步是值得和建商做的升级的 很多时候防化建商已经提供了基本的实木地板样式 常见的是比较窄的原色木地板 如果您想选择的是更为现代 更好打理的工程木地板 那么每一层的升级价格大概会在9000到1万加比 全屋下来就是15000到2万加比了 说完了值得项目 再来说说我自己个人后期会选择完成的项目 第一栏就是加宽地角线 比如说baseball molding 3000多尺的房子 全屋从5寸升级到7寸要多加6000多加比 这个价格其实是整整超过了市场价格3倍以上 还有就是墙面的装饰 吊顶cover ceiling都可以后期再加 再来就是五金了 升级现代的款式 即使普通的材料都可能要多花几千到加比 相比之下 晚上的电商款式多 价格品实在不值得和建商升级了 还有就是所有的拮据了 五金水龙头马桶花洒等等后期好换款式较多 可以交付以后再慢慢看的项目都是可以慢慢换的 所有建议加起来不换的项目呢 起码是可以省上一个2到3万加比 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省号洗美和时间预算合理的安排 差点忘了说了和建商升级还会有一年的保修期 期间地板破了墙面损坏了 都可以根据Terry Young的新房保险进行一个修复 好了 祝大家新房买的开心 装修装的顺利 我是Sharon 一个靠谱的多伦多地产经纪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